那要做那个男男助理男保姆的家人们 咱们接不接受他就这样吧 好不好 我们先我们先测试一下试用一下 要是连保姆助理都做不好 还给他升级什么呀 直接就可以退货了 因为做了老公就不能退货了 那先做男朋友可以退货的 不行 这也不行 你自己说了你要做助理 那你先做助理吧 助理可以和男朋友兼着干嘛 不行不行 我可以一生兼多子的 比如说司机男保姆 然后助理男朋友男闺蜜 都可以 然后旅游的时候也可以 男搭档 男伴 你先一个一个来吧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都说了 要要给点试用器 我这个没米 你让我一生兼多子 我可以多赚点米 好不好 你肯定男朋友 这个这个米肯定是给的比较多 对不对 你就给我做这个 让我多赚点米 做男朋友没有米的 没有米也可以 没有米也可以 你不要缺钱 你还先做助理吧 自己给自己挖坑 是不是家人们 做人家男朋友哪有收入啊 做人家男朋友都是赔钱货 对吧 这个做助理 做保姆 这才有工资啊 做男朋友的都是赔钱呢 你现在你现在经历条件这么差 先不要先不要想着找女朋友 先好好工作 好好上班 好不好 好好听你的 听你的 咱们听堂堂堂的 家人们啊 还有一些啊 新的粉丝没有关注我们的 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对 这就是男助理该做的事 开始上岗 好 我现在慢慢适应 你叫 好 老板咱们喝水 小心慢点老板 老板咱擦擦擦 擦一擦 哪有男助理 这动手动脚的 帮老板擦 这很正常啊 擦一下嘛 对 我现在就上岗了 加勒曼 他已经上岗了 那个 你这样吧 你真的要做男助理啊 真的 家人们同意不同意啊 同意的 咱们公平打个同意 好不好 你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就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你看大家觉得你行不行 其实男助理 我也可以做保姆的 你看 你家里面有一些事情 你看阿姨可能重活 他干不了 我这个身体强壮 重活我干 干得了 对吧 而且我可以做一个住家保姆 谁叫 谁到 人家喊一声 我就到了 多方便了 是不是 加勒曼 对不对 我就当个住家保姆 他 干嘛要喝水 喊一下 我就马上到了 对不对 加勒曼 同意吗 咱们同意的 抠个一 我考虑考虑 我考虑考虑 住家保姆 对啊 住家保姆 但是你放心 我这个收米跟保姆一样的 但多收 不多收 你去试用一下 看住家保姆 你这个用的称不称手 开不开心 疏不疏心 方不方便 你看 比如说啊 你晚上躺在船上 你喊 喝水 那你不想起来 你说 哎 小王 给我 啊 大宝 给我拿个水 那我不就马上拿了吗 是不是 很方便的 这样不合适吗 咋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助理就是这样子的 啊 助理肩毛 就是得这样子 那我以前做你 24小时 我以前做你助理的时候 我也没有这样啊 那不是因为我 没有密码 请不起吗 那我以前是你助理的时候啊 你怎么请不起我啊 那当然请不起了 你不够啊 对不对 而且我 我怕我 我 我要这样的话 你还不 早就跑掉了 说一个你助理要 住家 那你不早跑了 是不是 住家这个事就 再想想啊 这样的话 那你再想想 这个事再想想 那个 助理倒是还行吧 我也感受一下啊 家人们 还有不知道了吗 这是我的前老板啊 三个月前 他是我的老板 现在换了 现在换了 现在变成 他是我老板了 一个月前 他还是我老板吗 对 怎么 一 一个月前 对 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他还是 他还是我的老板 现在一个月后 我就站起来了 我就翻身奴奴把歌唱 我现在就成老板 三十天河东 三十天河西啊 风水流流转了 家人们 那要不 那我们就换过来吧 不用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样挺好的 不用换 这样挺好的 到时候 我再努努力 做个 住家保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那你先把助理的事 干好吧 干好了 让我看 再说 会的 我干得很好 那 那你的茶叶公司怎么办 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就 这个我 我想想办法 换条路吧 想想办法 把茶叶先卖嘛 先卖掉了 我给你卖了 现在手上没有米 还要员工工资 什么的 怎么 然后 场地的还没付 好 那我就把这个事 给他解决了 好不好 家人们 这段时间 我给你解决了 然后你就 我不跟家人们 开玩笑 我说真的 就是让他做我助理 行不行啊 但是你要听话 听话 很听话的 你是我老板 我怎么可能不听话了 是不是 行吗 就是 那就 我帮他把 产业这个事情 然后解决了 之后 然后 就是让他 来做助理 但是 你这次真的听话哦 真的听话 我 我现在能每天 见到你 我真的 嗯 太开心了 你看做助理了 然后 或者说 哪天 我在做个住家保姆 那天天能看见 我真的太开心了 是你的梦想吗 对 家人们 你们都不知道 啊 啊 我昨天 睡 睡了一天 你们不知道 我 醒来了 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为什么呀 我这 就感觉一下子 就是心情 从啊 从低到高 又从高到低 就是心情 落差很大 因为那两天 我就觉得 呃 可能会 失去你了 所以我心情 已经到谷底了 然后 啊 昨天又觉得 啊 可以天天陪在你身边 所以我觉得 这落差太大了 所以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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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很多人 不赞成 堂堂原谅我 嗯 我感谢 老爹老爸们 你们就 看我表现吧 反正 以后堂堂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好不好 说的是挺 挺真诚的 家人们 给他个机会 你们相信我 就 原谅我一次 可以的话 呃 帮我打破正能量 或者咱们 扣个一也可以 其实 大宝 嗯 嗯 我感觉吧 这个 我们要感谢 感谢 感谢 这这这 这段时间 发生这些不愉快 然后 我觉得这个人嘛 为什么就说 人教人教不会 社交人一次就会 家人们觉得 对不对 如果 嗯 如果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惯着他 疼 还像原来那样 惯着他 估计现在还没开窍呢 你看 就不理他 这这这这这冷静两天 我看什么事 他也能想明白 是不是啊 所以说 真的是说 事教人一次就会嘛 然后 嗯 第二就是 嗯 确实吧 就是 我也有做的不好的 就是 非要说什么 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 这 这 你看大宝这 一出问题吧 然后旁边这 这帅哥就 一拥而上 我觉得这个 这帅哥 等等我们也应该感谢他 对不对 如果这个 就有时候吧 这个饭一个人吃 他就是不香 就是得 对大家一块抢着吃 就特别香 我擦个嘴啊 咱帅哥感谢一下 就就就得了 就就 拜拜了 啊 嗯 就感谢了 就就可以了 就咱们就拜拜了 对 然后还有张总 就是 在 也在帮忙嘛 就是 也是很希望我们两个 好嘛 着急我们俩这个事 怎么怎么样呢 反正总之家人们 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嘛 他就是不能用那种 正常的解决办法 嗯 真的是不能用 简单的解决办法 也是 总得 就是使点歪脑筋啥的 就是出现点突发情况啥的 就真的 这个事情 特别要感谢 张哥 张总 就是也 我从罗伯册 也来 跟我说一些道理 家人们 你们知道吗 那天我还正常发了个视频 我 我真的当时非常紧张 我说 这个小慧 这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 你意料不到吧 我真的 我很紧张 然后我还开播 我说家人们 你们今晚上陪着我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小慧想干什么 然后结果大宝泵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 我是没想到 这是每次 每次小慧都是坏我们的事 然后这次你竟然去利用它 你这太坏了 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 还是张总想出来的办法 这我们一起想的 因为他知道 他说小慧 去他公司闹事 我肯定是觉得心里 心里说不过去 我肯定会去 不然真的没办法了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是的 然后就是 昨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家人们 咱们暂时就 不说那三个条件的事情了 可以吗 就是那三个条件 这个事情 咱把这个事过了吧 刚才玩笑归玩笑 只要他愿意听话 他跟我一起做事情 反正以后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我也不会给你发什么工资 但是我会 你会怎么 不告诉你 还不告诉我有什么惊喜 你不知道想什么惊喜 反正我们会一起为 我们两个到以后去 努力的 家人们 对 可以给零花钱了 对 也可以给你工资 但是我也会帮你存点钱 家人们 我会帮他存点的 嗯 那你 你不会 你这次不担心 别人说你了吗 嗯 这个 现在我不担心 现在不担心 为什么不担心 嗯 我现在只想跟你好好地在一起 咱们好好生活就好 不想看别人怎么说 家人们 他根本就不是想通了 你是不知道 他是个恋爱脑 知道吗 他只是觉得 现在做我的助理 能在我身边陪着我了 你们不要把他的觉悟 想得太高 他 他现在愿意做我的助理 愿意在我身边 他纯粹是想看见我 我觉得 坦坦对于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 就 能跟他在一起 其他 虽然我也在乎这些 别人怎么说 其实我也在乎 但是我觉得 坦坦能跟我在一起 这个是最重要的 至于其他的 就 没那么重要了 嗯 当然 当然 肯定也是 不希望别人这么说 对吧 嗯 然后 那个 嗯 我 我其实也挺不好意思 家人们 就是 就是我 我其实 前几天 我是挺坚决的 家人们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的话 可以 其实我是挺坚决的 就是 我是不想继续理他了 真的 我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真的是很坚决的 所以第一天 张总找我的时候 嗯 我知道大宝会去 我就没有去 就是 我确实觉得 既然都 不想有未来了 就不要给别人 任何希望 然后 结果呢 这个 我后来第二天 不管怎么样吧 然后我见到大宝了 然后今天也跟大宝 坐一块了 我知道会有一些家人 不理解 或者什么的 哎 其实我也 我也很爱面子 我也挺不好意思 但是也希望家人们理解 我们看他表现吧 嗯 我们 嗯 我们两个现在坐在一起 只能说明 我要给大宝一个 重新改过的机会 不代表说 我跟大宝 就是 确定以后会怎么样了 这个话 当着大宝的面 我也会这样说 因为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 然后我会觉得说 我希望大宝的情绪 更加的稳定一些 嗯 然后再成长一下 嗯 但是至少 现在 我们两个不用 见不到面了 对 我其实我也想他 对 是的 那倒是的 就是两个人就 观察吧 对 观察期 谢花开 对 然后 我也看看他的表现 你们也帮我监督 看一看 第一 第一 就不能乱吃醋 嗯 不要乱吃醋 这 这 嗯 这 不行啊 心胸 也不是不行 你要做我的助理 你能不能像我一样 跟自己老板学习 大气一点 心胸 打开 好 打开 格局 抬起来 不吃醋 其实 我能 我 百分之一百 保证就是 我 吃醋 但是不生气 你就不能不吃醋 非要不吃醋 不生气 那我看见就 难得跟你很亲密的话 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 人家没有跟我很亲密 那我又觉得很亲密啥的 那我觉得 那是你觉得 那我就觉得吃醋 他不是我能控制 他就想就 但我能保证不跟你生气 好不好 保证不影响工作 嗯 好 嗯 行 吃醋不生气 对呀 他这个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原来有这种词叫做吃醋 但是不生气 强人们 你们 你们听 见过这样的人吗 我确实吃醋 但是我不生你气 这好搞笑啊 就是 因为我 就 太在意你了 所以 他吃醋 他 偶尔会稍微小小的 那么一点 但这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什么的 这也不影响 因为我就 不会跟你生气嘛 是不是 嗯 对 所以为什么 家人们 我不说那三点了 因为我 我觉得 大宝 如果你想成为我人生的另外一半的话 你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历练 知道吗 嗯 就是 嗯 有些时候可以吃醋 有些时候是不能吃醋的 有些地方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要以 就是 大局为重 知道吗 知道 这个 明白了吗 我懂 就是 有些工作上的 那没必要吃醋 这个我知道啊 就是要以大局为重 工作为重 但是我所说的是可能就有一些地方 我可能会微微有自己的小吃醋 但是不影响工作 不影响我们的感情 只是我自己个人 微微那么吃那么醋 嗯 反正你要改一改成成长一下 然后 嗯 其实家人们不要说 你们有一些人生气了 嗯 我现在我都还不知道 怎么去跟我爸妈交代这个事呢 说真的 嗯 我可能过些天 也要回去一下 然后跟我妈妈好好聊一聊 家人们说对不对 嗯 所以你最近你要好好表现啊 嗯 你要让我爸妈妈看到你的改变 像直播间里面的老爸老妈一样 就是慢慢的 感觉到你不一样了 因为我也要跟我父母 好好的去 嗯 聊一聊 我觉得现在带 大宝去不是时候 因为我觉得大宝还有很多 需要成长的地方 然后把自己的生意啊 事业啊 先把自己的茶叶解决解决 然后过几天 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然后我能 大宝现在自己的事业 不解决好 他也是没有信心 站在我父母面前呢 而且 可能他见我父母 他也会觉得很抬不起头吧 慢慢来吧 是的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会努力的 家人们 有坦坦的扶持 一定会更加的好 人家说什么 怎么说 那个词啊 贤妻 贤妻扶你 灵言志 我还贤妻万两斤 跟我没关系 是不是 家人们 贤妻扶我 灵言志 我还贤妻万两斤 我一定会努力的 嫌泪住 对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两天 大宝是读书了吗 这两天 大宝才有点不一样啊 嗯 嗯 你今天也不一样 你今天 感觉又变漂亮了 嗯 什么啊 你 你不要嘴巴这么 这么 这么 这么甜 我觉得你不习惯 真的 嗯 对 我觉得是张总 点播他了吗 张总应该就是 很会谈恋爱吧 对吧 不然怎么 大宝这两天 感觉习心革面呢 嗯 嗯 可能是我悟性 比较快 家人们 可能也可能 就是跟他 在一起 呃 太开心了 然后 话也会说了 嗯 就 就那两天 其实那两天 不开心的时候 话都不想说 嗯 诗也不想做 对 被蚊子摇醒了 被蚊子摇醒了 这真的是人类 精重一点磨练啊 嗯 可能也是看到 有人排队了 着急了 对对对对 家人 我觉得 是的 对 好像经历一点 这种事情 也不是坏事 嗯 就是 很有家人说 磨练了 然后 开播都在谈恋爱 家人们 我每天工作完 我开播 我不聊 唠唠家常 我不谈恋爱 我干嘛 我上来跟你聊 聊 聊生意吗 你听得懂吗 你跟我聊吗 这有的人 你真的是很有意思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娱乐平台 难道我上来跟你谈生意吗 对吧 就是生 这就是我的生活分享 我要真坐在这 跟你谈生意 你又说 堂堂进来 就是卖货的 我进来跟你聊天 你说 啊你天天 你就跟我聊这些 反正这有的人 就是特别难伺候 家人们 你们说 对不对 对 反正就是聊聊 生活当中 日常啊 然后聊 烦死 聊聊 随便聊聊天 我这两天 我也是火气大 就我们俩 可能都没睡好觉 我平常 我一般 不怼这个黑粉的 但是我今天 我就想说两句 所以真的 家人们 做什么都会有人说你不好 火气就是 天太热了 天太热火 家人也得多喝点菊花茶 对 要喝点菊花茶 我上来跟你聊生意吧 你说 你跟我聊这么多 就是为了卖货 我要不卖货 我上来 我跟大宝 我俩谈个恋爱 然后或者我们在里面 跟我们家人 唠唠感情 又有人说 你天天就唠感情 那你说你这种人 那你别看我呀 对不对 然后还有 好了 咱们消消气 唠总 唠总消消气 唠总消消气 不是 我觉得这种人 真的是脑子很奇怪 你可以不看我 我没逼你看我 你还要看我 咱们消消气 咱们开心就好 不是 我就不理解了 你还要看我 你还说 哎呀 我怎么 我就不想看见你 你不想看见我 你还来看我 你说你这 气死我了 消消气 好无语啊 这种 消消气 消消气 家人们 真的是 做人太难了 做啥都会有人 说你 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抹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 一直 共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